哈囉各位,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還是覺得講這句話最爽了 今天出門兩件事情要完成 我很喜歡跟你們交代我要做什麼事情 首先是熊掌開箱子 這個禮拜我少了一集 不過我希望能夠在假日之間趕快拍完 因為我想要分享一個我覺得很實用的東西 尤其是對想要錄手機遊戲的各位Gaming實況主們 應該很好用 然後第二個是 今天我要跟我的好朋友們Nekko與DA一起要去吃 有一個什麼六色燒肉還什麼的 我不太記得名字了 但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得先把今天所有的工作完成才行 今天有一個導播日 然後再來是一個月過得非常的快 又到了咱們的每個月固定的工程大會 好,工程大會結束 再來呢 現在時間差不多五點半 然後晚上七點一趟直播 我等一下要在這中間的時間 把我的熊掌開箱子完成 就在這裡 好,然後所有的事情忙完之後 現在要來去那一間 六色燒烤還殺火的 我們直接到那邊見 已經到了東區這一帶 我其實還蠻少來這邊的 所以會有點摸不著頭緒 雨桿跟DA已經先到了 好像在這條巷子裡面 看到了,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寫一個巴色烤肉 有寫一個 小龍都是講說這間有什麼特別的嗎? 我忘記了 他就只說了這個好吃 他就叫巴色烤肉有八種油色 是醬嗎? 這時候應該是醬的 好像也是醬吧 醬料有別人就好 還沒跟你吃完 我們才剛進來啊 我們才剛進來 我們才剛進來 我們剛剛在外面聊天啊 因為我們在外面聊天啊 對啊 跟你一下會不會怎樣 對啊 這怎麼會等一下 不是我們先開始 我們就不想要先進來嘛 這間巴色烤肉 它是屬於單點式的 所以它不是吃到飽的那一種 不過它還是有一些 適合幾個朋友 比如說三人套餐 四人套餐 可以大家一起點 可能比較划算一點 除了肉品之外呢 像菜啊 其他旁邊的泡菜 等等 都是可以無限跟它要的 這個是加熱之後才吃啊 還是等一下是它配肉的 配結石 配結石肉 自泡菜 那邊那塊看起來很兇猛的 是什麼 那裡把你烤點就會烤掉 要告訴我好不好吃 很燙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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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吃 來吃吃看它那個肉啊 不小心沾到就全部下去了 不小心沾到就全部下去了 沒關係這個肉夠嫩我可以忍耐 我可以忍耐 你不要這樣 我不容易沾太多了 可是這個好好吃 超嫩 就是爹喜歡那種入口即化的那種肉 那他說的八色烤肉的八色呢 就如你們畫面上所看到的一樣 就是用八種不一樣的調味方式 來形成不一樣的顏色 現在是我們八色烤餐的前四種肉 然後會比較淡一點 特別是人参 紅酒 冬夜 它吃起來會有一點綠茶香味 綠花椒 還有大蒜 之前我覺得大推的是 所有的料理都會有服務生幫你烤 你不用自己下去動手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個綠色的是糯米椒 吃起來跟青椒一樣是不會辣的 可以生吃或會生醬汁 主要是奶甜蜜用 但是吃肉覺得有甜蜜可以吃吃看 幫你從下面這邊有吃到時間拿 好 求隨便一塊肉 人家就跟你說從那邊吃到這邊 你還在那邊隨便一塊肉 沒關係啊 客人喜歡怎樣做都可以 哇你真好耶 給我泡菜 你看錯了 這是大白菜身上的肉 好好好 如何 菜有點苦 可是肉很好吃 菜有點苦 可是肉很好吃 還行還行 唉唷 剩你們大家給點價還不錯 對啊可是五百多比我想像 這是我跟 這我不得不說 這是我跟DA出來 難得吃只要五百多就可以收藏了 我們沒有 我們常常吃超過五百吧 我們一般也都是五百左右 有啊 我們上次我們三個人去吃火鍋也是超過五百 有嗎 對啊 我覺得就前面走一走 五百就很讓DA買意了 真的是不容易 那他們忍耐前面走 我來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吃起來 比我想像中還要便宜很多 應該說 我原本預計 這個應該吃下來 一餐大概七八百 可能會跑不掉 但沒想到五百就吃完了 而且五百吃得很撐 它那個八色的肉 雖然可以說算噱頭 不過它確實會有一點點味道的差別 但我必須要講 你吃到後面 你其實八色吃不太出來 每一個肉 就是有特別調味的味道 但是看起來就是很炫 但是整體上來說呢 你吃這個價位全部吃完之後 這個飽食量我覺得非常的OK 我們都沒有疊飲料 我們全部都喝水而已 你們需要的話也可以疊飲料 而且它好像賣 好像還有賣比較不一樣的啤酒吧 我沒有很確定 你們就來看看 等一下呢 跟他們去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只喝水 就是因為等一下 我們還想要去買一些飲料來喝 我們就去喝個飲料 聊聊天 就得不得測了 所以今天的Vlog到這邊結束了 明天開始 就要去台東 連續四天 就期待那時間的Vlog紀錄吧 大家掰掰 你怎麼看起來這麼玉卒呢 還好啊 沒有很玉卒 加入有一個募資活動 為什麼又突然開始 因為這是兩支影片 這是兩支影片了 對 它現在有一個募資活動 我等一下會直接進片段 大家記得去支持一下 讚 簡單來說呢 下面有一個網址 然後 Ruby他們一直 每個禮拜的週末 都會去瑞賓那邊 一個學校裡面 帶一群孩子們 你剛剛馬上課 做一些活動 就是我們大學的時候就 大學的社團活動 對大學的時候社團 就在那邊服務等 然後我們畢業之後 就繼續這樣 對 那他們今年的暑假 也就是下個禮拜三 強調下個禮拜三 很趕 下個禮拜三就要去環島了 是環島還是 沒有 騎腳踏車環半島 我們要帶一群小孩 一起從台東騎回瑞芳 台東騎回瑞芳 對 台東騎回瑞芳 然後這一路上 都是我們跟他們一起籌備 這一趟冒險的 對 然後一起籌錢 好我可以繼續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 對 對 從前的部分就是我們的 募資平台上架了 對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想要認識這個計畫更多 可以 下 點點點 對點資訊欄 看一下好不好 我會幫佳如宣傳兩天 我再幫你PO一遍到粉絲團 謝謝 謝謝黑熊大哥 謝謝大哥 好沒問題 一定會PO的